冬令进步要小心吃到假的羊肉 小宝会针对25间南高坪知名店家 还有25家网路平台 采样了50件羊肉样品来进行检验 你又想到其中竟然发现有7件不合格 验出有猪肉的成分在里面 不合格的名单当中 包含有一间是位在台南的20年老店 小宝会呼吁相关单位要追查肉品流向来源 不要让黑心羊肉流寸全台 冬天已到进步必吃羊肉 台南这间20年老店沙茶炒羊肉 不只客人弊点跟着掏客实质大动 如今却被小宝会查出竟然混了猪肉 检验出它的羊肉里面是有摊杂一些猪肉 小宝会针对25间南高坪知名店家 以及25家网路平台 一共采样50件羊肉产品 竟然有7件不合格验出有猪肉成分 店家部分不合格的就是位在台南 20年知名老店沙茶炒羊肉 至于网路平台则是有5家不合格 这些厂商分布台北台南以及高雄 裁剪样品包括羊肉串羊肉丸 葱爆羊肉牛肉丸等 共6件产品不合格 产出道并没有食安的问题 但是有欺骗消费者的问题 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如果食品及食品添加物 没有易规定完整标识或标识不实 必须限期回收改正 并开罚最重400万 在未完整标识的部分呢 是处罚罚还3到300万元 但是如果是有标识不实的话 则会到4到400万元 羊肉摻杂猪肉 榆木混猪 卖给不知情的消费者 高雄市卫生局也将针对在地业者复查 店家厂商并需尽速下架产品 杜绝黑心货 别让更多人受害 记者柯程号高雄财宝报导 吃起来酸甜可口的蜜饯 是不少民众的罪爱 但是根据萧绩会的调查 市售25件饮品跟蜜饯样品当中 发现有一款是来自于 泰国进口的知名果干 里头被验出 还有甜味剂纽甜 但是包装上却没有标识 涉及标识不实 萧绩会调查也发现 在市售实件宣称无糖 或者是低糖的饮品当中 实际上呢 都会有添加1到3种甜味剂 让味道更好喝 因此也向消费者喊话了 不要看到上头标识无糖 就放心大喝 还是要看标识上 有没有甜味剂 酸酸甜甜的蜜饯 让人一吃还想再吃 不过根据消息会调查 发现市售的25件饮品和蜜饯 有一款从泰国进口的知名果干 涉及标识不实 我们发现出来 它含有一个 它没有标识出来的 纽甜这样的一个成分 那么按照我们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的规定 属于标识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 看看在15件的蜜饯样品中 还有5件被剪出 含有漂白剂二氧化硫 不过减出量都符合规定没有超标 但值得关注的是 在市售实践宣称无糖 低糖低热量等 诸大清爽诉求的饮品当中 都被消息会验出 添加了一到三种的甜味剂 虽然依照规定 音频每100毫升 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公克 就能寻成无糖 不过外包装标识无糖 就怕还是有误导疑虑 消息会呼吁民众 还是得多加留意 低糖或是无糖的话 可能消费者看到那个 可能就是零跟一 他觉得就是没有 所以这个是会误导 长期以来的影响 尤其是对小朋友的这个影响 这是国际间现在比较关注的 向消费者喊话 别看到无糖字样 就放心大喝 还是得注意标示上 有无甜味剂 才不会养成适甜的 饮食习惯 记者做不到 屏东县潮州赛神虾 原本预计今年5月份 就要举办的 但是因为碰到疫情 不断的延期 终于在这个礼拜六 就要登场 好不过其中有虾农 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养住这么一只 长达40公分的巨虾 原本是打算 今年要参加比赛的 但是等了等 等了再等 苦等不到比赛 加上饲养成本实在太高 四足在比赛前忍痛 把他给吃下肚 这只巨大泰国虾 名字叫巨巨 全长超过40公分 跟成年男子手臂一样长 原本可以参加 今年的赛神虾比赛 可惜已经被吃下肚 你不晓得疫情 他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不可能一个辞职 那么大就放那几只虾 在那边一直养 租金 电费 然后人力也不算 每个月你至少要多花个 两三万要 原本预定五月举办的赛神虾 刚好碰上国内疫情爆发 活动一言再言 考量饲养成本 四足只好忍痛 把巨巨拿来寄五藏庙 当然是很可惜啊 那个已经花了很多心血 你量不能太多 而且他要混你啊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啦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比赛终于将在这周六登场 从108年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三年 是潮州当地盛世 以往比赛后还有专人烹调料理美味鲜虾 有的吃又有的玩吸引民众参加 今年的第一名也是去年的第一名 271公克 去年的泰国虾冠军重量值比300公克 其他参赛的泰国虾身长至少都从30公分起跳 塞满整个水浆 今年的虾农们也是摩拳擦掌终于盼到比赛到来 今年本来预定说不办 但是为了我们泰国虾的虾农 我们最后延起 希望我们今年的重量还有长度会更大 睽違已久的赛神虾就要登场 究竟会不会打破以往记录 哪只虾子会胜出也让人拭目以待 继续苹市委屏东报道 挑战一桩接一桩 共军频频扰台情势不断升温 再加上台美军事合作交流逐渐排面化 最近不断的曝光 今天又爆出 我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选派了一个加强牌 40名兵力前往关岛的美军兴建基地内 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台美 陆口两棲联合登陆作战训练 国防部长邱国正没有否认这件事 他只低调回应说 台美之间还有很多的交流合作 心知有年 像这样的训练以往都在台湾进行 现在为了提升国军战力 海军陆战队从100多名陆战队员中 精选出近40名 前往关岛的美军兴建基地内 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台美 两棲联合登陆作战训练 台美军事训练合作首度曝光 我们跟北方之间有很多交流合作的 这行之有年 所以有一些层级都在互动 这也是当中交流的一环 不用再多做一个好像采测 低调证实 40名陆战队正在关岛联训 值得关注的是陆口专案 是台美在1958年签订 当年也在屏东访聊 举行首次两棲联合登陆作战演练 在台美断交后终止 直到2017年才恢复陆战队 小部队交流 当国军陆战队重大演练时 美军也会派观察员到场了解 平常的会议或人员的交流 只是一种表面 大家交朋友 但是现在已经到达这种部队当中的训练 表示人进入实质化了 了解一下美国的作战的模式 这样子的话将来作战才可以协同一致 此外陆军耗资144万 向美军某基地租用联络官办公室 我国三军各派一名少校联络官 庆祝美军后勤管理中心 任务性质十分重要 这个也是行之有年的 我们有很多采购的精品 有些工作人员 他固定住在那个地方的 过去台美交流一向是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频频曝光 共激扰台频率又创新高 台海局势更紧绷 记者赵宝道